希望政府總預算你們一直被擋 擋了六次了 然後現在可能可以有希望副委 對不對 一點有跨出一點 對啦 跨出一咪咪啦 可是大家還是覺得你們應該要負責任 而且釋憲案因為在禮拜五的時候 已經出爐了憲法法庭的結論 但是國民黨很不服氣 覺得說你們這個 完全沒有要國會改革 而且翁曉玲還說 我們沒有義務要遵守 哇 好酷喔 我其實這個週末大家看到 你無言了 你不知道該怎麼樣回應翁曉玲 我們都無言了 我說實話 我覺得對於翁曉玲的言論 我覺得必須非常嚴肅的看待 尤其是一個立法委員 我要問大家 請問不要像我是一個立法委員 我的權力的來源是什麼 其實我的權力的來源就是 憲法賦予立法院或國會 你有的一定名義的代議權 包括你的立法 包括你審議預算的權利 我的權利是來自於憲法喔 今天翁曉玲 大辣辣的告訴大家說 沒有立法院沒有遵守憲判的義務 我是建議翁曉玲 你直接辭掉立法委員吧 我就覺得你應該辭掉立法委員 當你的權力的來源 授權你的憲法憲政體制 你都可以說我不用遵守的話 那你憑什麼享有立法委員的權利 可是他說他跟黃國昌跟吳宗憲三個是 因為被吳思瑤說你們是立院的三寶 唯憲心三寶 對 唯憲心三寶 可是他說我們現在都是法學的博士 我覺得這才是大家最悲哀的地方 就是你們明明曾經受過法律的專業訓練 但你們怎麼會長成今天這個樣子 怎麼會長成這個樣子 把違憲視於無誤 把憲法視於無誤啊 甚至連這個憲法賦予你這個權利的來源 你都可以說我不用遵守啊 他幾乎是把憲法當作自助餐啊 這兩條我覺得不錯我守 那兩條我覺得不好 我可以不管他我沒有遵守的義務 你可以這樣把憲法當自助餐啊 而且今天更荒謬 現在是整個國民黨都感覺在擁護 像翁曉玲這樣的言論 今天早上 國民黨開了一個所謂他們在這個議場前 開了一個國際記者會啊 蛤還國際的喔 所以國際記者會啊 然後這國際記者會呢 大家想聽聽看你的內容是什麼 沒有內容耶 只有中央民國加油 我們會對抗到底 中央民國加油 沒有內容耶 那國際記者不是都噗痴了嗎 就是 對國際 讓國際媒體笑掉大牙 就是國民黨這種記者會 好尷尬喔 完全講不出道理 因為這個他們整個在國會擴權的過程裡面 全部都已經被大法官的這個憲法法庭打臉打透了嘛 大法官很清楚告訴你權力必須分立 告訴你很多的政治衝突應該是政治解決 用政治責任的方式來去處理 而且人民也沒有對於現在立法院這個調查權 必須要去遵守跟配合的義務 其實大法官的邏輯跟原則是很清楚 現在他們被打臉打透了以後 講不出話來 說要開國際記者會 也沒有看到上面有任何一句英文 看不到任何一句英文 也沒有任何英文的主詞 但對國際媒體訴說的事情就是 怎麼樣 我們在黨我們國民黨就是無賴 他其實跟國際媒體在說的 我們就是無賴啦 我們就是沒有要遵守啦 我管你說什麼啦 我管你這個憲法說什麼 管你大法官說 我就是沒有遵守 我就是無賴到底啦 這就是現在 這個國民黨們跟國際媒體說的話 所以拜託違憲心三寶 國民黨說 這個 我們全部都是博士喔 博士又怎麼樣啦 真的是 博士又怎麼樣啦 博士 只會 讓 這個 現在是 不管是翁曉玲 吳宗憲還是黃國昌 你們只是讓台灣的法學教育更加萌羞而已 我再說一次 你們只是讓台灣的法學教育更加萌羞而已 而且他們開國際記者會這樣 不是有點丟人現眼 就是把臉都丟到國際上面啦 國際想說 以為想說 你應該要告訴我什麼重要的內容 來支撐你們的訴求 結果發現 沒有 就喊口號這樣 喊口號 中華民國萬歲 哇塞 我覺得他們現在應該喊的是 中華民國憲法萬歲 表達一點你們對憲法的尊重 不過我要請教一下小玉啦 不是啊這個 翁曉玲他不是應該回去問一下他老公說 當初你們大法官做出來的這些解釋喔 我可以不遵守吧 然後他老公因為跟他 拆拆 你說什麼 家暴 他為什麼不去問一下他老公 可以嗎 我沒有義務遵守嗎 他老公陳春生也是我的老師 真的喔 我就覺得 那你趕快去爛一下你老師 你還好吧 因為他老公曾經當過大法官 陳春生大法官 對啊 他竟然可以當著他以前大法官的面說 大法官釋憲是違憲 他說大法官釋憲是違憲耶 我真心覺得你還好吧 對啊 李老師怎麼受得了 怎麼會對於憲法的認知有這麼大差距啊 他們不討論 他們恰恰不講話 我不曉得啦 總而言之 他有任何問題應該先去請教他的先生 回過頭來我是覺得說 今天他為什麼違憲 就是大法官講的很明白嗎 就是說他們所謂的國會擴權 第一個是抵觸這個權力分立跟責任政治 現在看起來你這個國民黨提的這個 藍白兩黨所提的這個 所謂的國會擴權 你是調查權也要 聽證權也要 司法權也要 立法權也要 要不然都給你走就好啊 一院兼五院 對 我們五院全部廢掉 全部就只剩下一個立法院 你說好不好 這邊洪詹會說 好啦 你現在立法院好大喔 對啊 我沒有想到這麼大的權力 投憲的權力就好了 司法院你也可以廢掉 因為立法權說的算嘛 而且立法院他也可以身兼調查權 你要調查局 你要檢調要幹嘛 全部通通都給你調查 這樣好不好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他們已經把自己的權力膨脹到一個 擴張到一個 無法無天的程度 那還好 今天我們還有最後一個 憲法的機關 把它框架住 就說你們這太誇張了 就他很明白的 我們不要進入到細節 因為開脫什麼聽政權 描述規 這我們以前都講過了 什麼反之群 這我們都細細的討論過了 而且說實在的 有興趣的人 在當時憲法法庭 他們在跟大法官激烈辯論的時候 我們也有興趣的人都看過了 大家都覺得說 你們在講什麼 這是不合理的 我們也一直認識的 非常帥的權和律師 他今天也有去 他今天也有去 他染了頭髮 所以就是說 今天整個總體來講 就是告訴你們 你們這個國會擴權 是已經侵害到了 其他的 監察機關 司法機關的權利 所以還有甚至 行政權的一些權利 這個已經很明顯的告訴你了 結果你現在還要訴諸到國際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很大的一個笑話 對啊 最後我要講 我是說 他們現在看起來 坦白講 你現在要 如果說 你現在如果連視線的結果 你都不接受的話 那所以呢 對啊 那怎麼辦 所以咧 所以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說 他們今天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結果下來 而且 我就要講是說 那個周萬來 今天請他來報告 對對對 這有什麼錯嗎 對 立法院可以這樣嗎 就是說 你們委員會 然後叫立法院秘書長來報告 可以啊當然啊 這就是在委員會裡面 議程的正當的程序啊 這完全沒有關係 那國民黨為什麼在生氣 說不可以 施設刑堂 國民黨不是從 視線結果出來以後 一直生氣到現在嗎 還有什麼事情就生氣嗎 好啊 一直氣哭哭哭 不如意他就生氣啊 他就是這樣啊 對啊 本來就可以啊 而且本來 其實這一次的修法 我認為韓國瑜院長 跟周萬來秘書長 本來就要賦予一定的責任 今天 在你主持的朝野協商下面 最後出了這麼多違憲的條文 對 你們作為立法院長 或立法院的秘書長 你完全在這裡面 沒有進任何把關跟提醒的責任 就讓藍白這一台 違憲的施數列車這樣開出去 韓國瑜跟周萬來不用負責嗎 當然有他們該負的政治責任啊 坦白說是這樣啊 對啊 而且那個大法官其實解釋 哇 真的很很詳細啦 就是他 後後的一本啊 而且我覺得王友講得很好啊 王友講好 就是說如果你連這個視線結果 你都不遵守 那你怎麼就是說跟民眾講說 那我們你們這些立法委員 訂出來的法律 人民要遵守咧 對 最高的憲法機關 他所做出來的這個違憲 你都不想遵守 那你以後你訂出來的法律 那我也可以嗆聲啊 那你們訂的法律 我為什麼要遵守 我沒有義務遵守喔 對啊 那是不是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要說 沾頭沾頭沾頭 然後又要衝立法院吧 是這樣嗎 對啊 這很誇張啊 整個國家全都亂了 所以你找周萬來 而且周萬來今天要報告的 他除了就是說 他還要叫他說 你的未來是什麼 他還有講耶 就是說你們今天找周萬來 周萬來來嘛對不對 然後最主要是要叫他報告說 你這個現判之後 的這個行使職權的困境跟未來 所以周萬來要講說 那未來怎麼樣 那我覺得坦白講 他是一個立法院的秘書 他從頭到尾 他都知道所有的一切的 這個發生的經過 當然 找他來報告是合理的啊 現在連找周萬來 這個報告也都不行喔 對啊 那你如果周萬來都不能來的話 那你賴清德你幹嘛叫他來 對齁 這個就很奇怪啊 總統你要來 周萬來不要來 什麼鬼啊 總統你要來 然後賴清德你來 但周萬來你不要來 所以全部都是你說了算啊 對啊 不要胡來 不要亂來 OK 周萬來要知道自己的角色 OK